五十一,頭條日報,從十二時風味特色懷舊車仔麵店 2015年5月9日Good Taste P57米豬連談起舊事物,總叫人懷面 最近北角有一家主打車仔麵的食店開張,隨以懷舊裝潢吸引注意 更以傳統制法將大家小時候吃過的美食重現 引得米豬連刀去回味一番,聞,米豬連圖,何見永住 所有價錢緊作參考,以相互最新公布為準 位於北角炮台山的車仔麵店萬歲,店舖雖小 卻又如一個小小博物館,內連敲懷舊玩具和漫畫 皆屬於上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初產物 裝潢同樣富壞舊色彩,隨藝紅燈招牌 還有紙皮石砌成的壩,貼滿漫畫內頁的牆壁 最特別是在一個小角落,擺放了一部上世紀的淫天堂紅白機 讓客人玩樂消磨時光 麵店老闆之一的價位,曾從事電影美術和廚窗設計工作 對設計結有要求,由店舖標誌到擺設都一絲不久 店內大部份玩具與漫畫,軍事阿偉從小到大的私人珍藏 由於懷念小時候的食物,加上對飲食業有興趣 於是愈拍檔心開設車仔麵店,將小時候吃過的美味食物 從現客人眼前,師承老師傅主法本來不太懂得烹調的價位 開業前數月來不斷拜訪退休老師傅,請教炮製配料的方法 以酸齋為例,往時吃到的是酸甜中大果香 現時坊間的紫性下酸甜味,且教為軟身 他請教老師傅才知需要加入三渣頂內煮製 至於麵筋,爽口具咬勁,經長時間烹煮都不易變淋 原來是元朗粉麵廠出品,由雅偉親自駕車取貨 混混美食中,米豬連最愛咖哩魷魚和糖心蛋 前者選用上環老店咖哩醬,每日炒香後加水及魷魚煮成 香濃不過辣,後者先以攝氏五十至六十度溫水斬亂推彈 再以滾水轉五分三十九秒,這時間是他經過不斷試驗得來 咬開糖心蛋,軟滑蛋黃即時流出,令人大感滿足 飲品方面,最令人驚喜的是已在香港停產的六寶橙汁 現時店內的存貨社會從泰國買來,每支成本不匪 但未了尋回昔日味道,他認為是值得的 Info 萬歲地址,北角炮台山雲安道二至十二號雲輝大廈地下九號 報查詢,3105-9681